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选股王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视访 港股今早早继续受压 恒指低开后就向下 早前来说最多跌过接近200点 去过26300点附近 半日收获26344点跌了161点 跌幅大约0.6% 而大支部的成交有751亿 科技股今早就逆市向好 恒生科技指数升了超过1.5% 京东健康今日首日挂牌 半日收获股价高于招股定价超过5成 另外美团压力健康升了3-4% 小米更加升了7% 汽车和相关股份都是做好的 比如比亚迪今早上升了3% 常识汽车升了1成 禁风吻实升了3-4% 另外一些家品和服饰的消费股都是做好的 例如敏华 PADA升了6% 不过旧经济股明显有回套 平保汇空今早下跌了超过3% 中移动跌了2% 另外内房物馆和资源股都是手压的 例如潤地和碧桂园服务 江西桐和中海油等等都跌了超过2% 另外近期表现强势的生物科技股 今早都有回套 刚刚获纳入恒生科技指数的祖龙和明元宏 近日的股价表现都是强势的 尤其是后者明元宏今早再创上市新高 除此之外有赞8083其实今早做到破顶 大家可以留意的 有赞主要是向商户提供基于社交网络 全渠道经营的SaaS 软件职服务系统的一个新零售销售方案 而通过有赞 其实商户可以管理到他们线下的门店 包括店铺、商品、订单、库存 甚至是他们公司的会员和资金 都可以在一个系统里面作出管理 同时间其实商户也可以透过有赞提供的一些经销工具 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客户 同时间可以想办法带动到他们现存的客户的需求 去提升他们的销售 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线上的销售或者业务发展 其实都已经在一个很高速的发展阶段 商户其实都需要科技去协助他们提升竞争能力 大大提升了市场上对于SaaS的需求 而有赞业务见到都是出现一个高速的增长 至于股价方面 其实见到有赞都是反复向上沉顶 上网其实没有一些蟹货的阻力 现水平都是需要入市的话要是高追的 但高追之余都需要定好一个止涉位 预期短线在两个一毫半附近应该有支持 也都不应该跌穿的 上网来说我相信可以试试一些关口位 包括两个半的水平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各位收看